感謝主,感謝耶穌,神的恩典,好救我們用神,真是好好的 兩位姐妹分享關於聖靈工作 當我那一晚經歷聖靈充滿的時候 在1998年的時候,當這個報道家一按手 好像電流般湧入來,那種愛感到我喊得很久 很輕散,很釋放,很安慰 而之後的事項一路提升一路提升 並且現在我去到不同的國家,去幫不同的人,去訓練人 我起初只是想著一個教會,就是搞定這班教友 但總是很難興起人,帶來的說耶穌,但很難興起一句靈命 但自從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和人祈禱真的很多人甘生 也都興起一些人成為傳道人,去到不同的地方都有興起不同的人成為傳道人 在我以前的教會,也都興起了幾個傳道人和宣教士 神真的有很大的工作 並且我自己隨時隨地 任何時間,我一想耶穌,多謝耶穌 裡面的喜樂就湧流 神的愛也都臨在,神的能力也都臨在 即時的人就很輕散和很被激勵 而在我裡面,我仍然好像有不滅的火 是不斷很想祝福更多人,很想更多人得福 很想幫到更多人,很想興起更多人去愛主 而我真的也都知道很多基督徒不是那麼愛主的 我今天很奇妙,有一個黃隱書院的同學,他比我低班 但他在網上看到我是黃隱書院,Jenny就在Facebook加了我 然後他跟我說原來他都是牧師 而他有這個心,他就覺得基督徒需要悔改 或者很多基督徒都活在罪、軟弱裡面 甚至傳道人本身的靈命都不太更新 他分開以後,我又分開了我的侍奉 他心裡面都覺得很好 我感謝神,我叫神安排 他也看到很多教會的人不是那麼熱心 如果當基督徒熱心是很不同的 基督徒熱心的時候可以做更大的事 而我們今天所說的最主要是想練習粗練 是說到因為現在很多人來請我們幫他 我們需要更多人去幫助他們,去輔導 其實輔導是不難的 而且輔導是可以日常聊天都可以用得著 我現在就將一個很簡單的輔導的內容 就是我將它簡化了 我以前有一個是比較詳細一些的 這個其實已經足夠了,這個八點已經足夠的 這八點如果你用得到就已經可以了 那我就會解釋 然後跟著我就會看有沒有人願意示範 即是示範被輔導 如果你中間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困難 無論是大或是小的都可以拿出來 那我就示範怎樣去用這些方法 如果你願意的話 其實輔導不單止是你正式輔導的 有時就算聊天,你家人不開心、煩惱 或者某一個同事或者鄰居 有時突然說一句說話 那當我們一聽到一句說話 譬如說出他的內心世界 這句說話就可以成為一個入口 其實當一個人一說他的需要和他的困難 他就開到門的 因為如果他不信任你,他不會說的 即是他不信任你,他不會說 哎呀,我好煩啊 他說我好煩的時候,其實他開了一個門的 這個門就是一個入口 就是可以進入他生命裏面的 即是當他說很煩的時候 那你就回應他 然後他說,你有什麼不開心啊 你有什麼煩啊 他說,哎呀,子女啊,丈夫啊,什麼什麼 他就說了 那你就聽他說了 那就用一些耐性 多一些耐性,不要緊的 因為這個也是令到他信任我們 亦都是更加了解他的內心 而聽的時候很重要 這個講到建立關係 首先建立關係就是說 我們都願意用時間聆聽 和看重他 好像我聆聽他們的妹妹聽了很久 但是我一點都不敢來過 我覺得他將他的生命說出來 我覺得是很好的 也都成為我以後可以怎樣繼續幫他 他將他裡面的說出來 所以這個第一,我們建立關係 讓人信任我們 讓我們都是時時被人看到 我們關心人,我們祝福人 其實沒有吃虧的 但是有很多人覺得 哇,這樣就很浪費時間了 哇,又很悶啊 哇,我試過很多小組 不知道大家也有試過 那些小組呢 就有人分享了 哎呀,我什麼煩惱,什麼煩惱 那我就留心聽運 但是我發覺周圍的人 開始就 靈生靈世,望著東,望著西 弄著手機 一直連來,令他在那裡 就是聽起來越聽越不耐煩 因為他覺得和我沒有關係 他在說我的問題 說了那麼久做什麼呢 但是我一聽,我就覺得 是他打開他的心 將他的困難說給我聽 這個就是一個機會我祝福 那我都跟周圍說 那這一陣子就是我們操練 聆聽了 就是怎樣去關心他 回應他 就可以祝福他了 但是很多人就是沒有這種心 所以輔導第一件事就是有心 所以說我不介意聽別人說話 我不介意明白他的情況 我不介意關心他 這樣才能幫到別人 就是你幫別人 就好像說 好吧,你過來 我祈禱也祈禱 那就靈命更實 就是這樣 而是我們一定回應 感受人的感受 回應他的感受 我想問大家 那你覺得人的生命保不保貴? 保貴 保貴的時候 你要用價值比較 我幫大家想一下 一千元一個人值不值一千元? 當然不值一千元 一萬元值不值? 當然不值 如果有一個人給你一萬元 你就去關心他 那你值不值? 那你說我祭 就是你為一萬元願意做 但是你只是為了他的價值 其實價值超過一萬元 其實你說一個人的價值多少 根本是沒有 就是沒有得數的 你說一百萬 如果有人說好一百萬 我就一百萬買了你 你做我的奴隸 你說沒有價值 我不會賣給你 就是 我們覺得我們的價值遠超過一百萬 我們的價值是極高極高 但是人會因為 說一萬元 真的嗎? 我願意 但是沒有錢就不願意 就是這個人 其實他的價值是低過一萬元 還是高過一萬元 我希望大家看到 我們的生命保不保貴? 我們保貴 如果你發現有病 而這個病是會用完你所有的家產 可以得到 我解釋了 可以得到 你會不會是醫 你會不會說 我用完錢沒有錢 我寧願不醫 那你選擇哪一人? 你選擇醫 因為我們的生命超過我們的錢 我們就會珍惜 如果我們的生命這麼珍惜 別人的生命真不珍惜 很多人就說 他和我又不感覺到 他死,他死,他死 這句話真的很差 他死,他死 但是呢 這時候神喜歡 神是喜歡我們關心人 而你有關心的心 神就喜悅 神真的很喜悅 我自己經歷神的喜悅 我真的很特別 我講之不盡 如果我講神的 因為我經常會記住 我經常會記住 而我最近從南非回來 很奇妙的 大家上Facebook可以見到我 葉牧,牧師的牧 有講到一個姊妹 她是發夢見到我 是我飛那天 星期二 她的清晨 我遲些飛的 她就見到我 她就很害怕在夢中 很害怕 就被人追 就跑 怕得不得了在夢中 然後跑到一間屋 看過窗 看到一個中國的小孩子 他們那裡很少中國人 但她發夢見到一個中國小孩子 然後她就敲了窗 然後小孩子開了一個門 她進去 看到中國人在祈禱 然後看到我出現 我就走過去跟她說 你想我為你祈禱 她說好 然後我一碰她 她說 她就充滿喜樂 充滿愛 然後就醒了 這個很明顯是異夢 為甚麼呢 因為在夢中沒有人會充滿愛 沒有人在夢中 哇 他們充滿愛 這樣起來 她是充滿愛 這樣醒 然後她就告訴我 她說幾樣東西 她已經看了幾天 最後才告訴我 她不是第一天告訴我 她說你先看 是不是真的是我 她說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她的樣子 第二就是 她看到我 講歸神的愛 還有她所經歷的 講歸神的愛 和興省 我都講到神的愛 然後我們怎樣回應神 怎樣服侍神 但是時時都會講到神的愛 她說 在夢中所出現的情況 都是表達出愛的 第三就是她經歷 當我為她祈禱 她在夢中經歷 和她真人經歷一樣 而我在Facebook 親自和她祈禱 她即時都經歷神的愛 和喜樂 而這個人 是我第六個人 在夢中見到我 是未曾認識我的 第六個人 就是神告訴我 神喜悅我所侍奉 我想說不是我夠好 我不是夠好 其實神在我軟弱的時候 簡說過 你是神都看重你 你有這個心 神就看重你 神知你的心 你的心是愛神 神知道的 神知道的時候 祂就會祝福你 祂會用不同的方法 讓你知道祂起悅你做的事 我真的覺得很奇妙 以前我都聽過 每一個都很奇妙的 有些人未信耶穌說 已經去了天堂 在夢中見到神 然後見到我出現 後來祂見到我的時候 夢就繼續了 夢繼續的時候 祂看到神叫我出來 跟著我出來 祂見到之前發過的夢 原來就是我 這是其中一個 也有人想去我教會 那一天 未去教會 那天的早上 發夢就見到教堂 是有兩枝洋燭 因為當時我在信義會時 他一去到教堂 已經有兩枝洋燭 接著他放宮回來 祂父問他 那個牧師是否光頭 他說你怎知道 他說我發夢昨晚 兩夫妻都見到 一個就見到光頭 一個就見到兩枝洋燭 就是神很特別的喜悅 我想說 得到神的喜悅難不難呢 其實不難 只要你的真心 因為耶穌說什麼 一杯涼水神都紀念 一杯涼水難不難 只要你說我想祝福人 你給一杯涼水 都不能不能賞賜 你見到人就想幫助 你見到我們真的見到人 我們不會嫌棄他 用多少時間 我們怎樣幫他 持續幫他 我們都持續幫他的 即是說 心就是很想祝福 我希望大家 你想不想有一天 你可以輔導人呢 其實不難的 今天很簡單 大家可以明白 第一就是建立關係 而這個基礎 都是來自我們體重人的生命 跟他建立關係 這個建立關係可以是 溝通 聆聽 關心 跟他交往 然後聆聽是很重要的 聆聽要聽keywords 就是這些重點字 什麼意思是重點字呢 當他講到 哎呀我好煩 這個煩字就是重點字 他好煩 那你就記住 還有感受 他好煩 譬如他說 我丈夫對我不好 重點 丈夫對他不好 那你就記住 聽到的時候記住 就不要說 不要經常在那裡 等他快點說完 快點說完 我就告訴他 其實我老公都不好 不過我都不理他 這個就是教導式 教導式是沒有人喜歡聽的 為什麼呢 譬如我假設 假設你未回來 今天聚會 你就剛剛被老公或老婆罵面 或者你家人罵面 然後你回來 就跟一個人說 哎呀我剛剛被人罵面 他跟著就說 我都被老婆罵過 都沒事 不當它一回事 你聽完你說 哎呀我現在好不開心 那你就告訴我 你都被老婆罵過 你不要開心 但是我現在不開心 但如果你說 哎呀我聽到你 你老婆罵我都知道 或者被丈夫罵 心都是很不開心 現在這一陣子很煩 很重 覺得婚姻好像有點困難 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人會覺得怎樣 其實我沒有改變她婚姻的狀況 我只是明白 感受 體會 她是困難的 我想問大家 你生命中有沒有那些困難的東西 當有人說 我知道你辛苦 我感受到你的辛苦 我知道你不容易 的時候 當你有困難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有人會聽你說 是否覺得舒服 我試過有一次這樣的經歷 這個就不是什麼輔導 我一次打球 抽筋 走回去 很近而已 走回家抽筋 坐在路邊那裡 那時候我多想有人走過 問問我 怎樣 我扶一下你好不好 真的很想幫我 手起來 但沒有人走過 但後來有一個人走過來 你怎樣 我覺得很舒服 有個人會關心 知道我當時坐在那裡 我又不好意思 麻煩你停一停 幫我手 人家未必想的 原來有人看到我們的困難 會回應 我們會覺得很舒服 這個是 輔導很重要 不要第一次教他 當他很痛的時候 我教你 你下次不要這樣打球 你下次怎樣打球 你下次怎樣打球 我現在正在痛 你真是說這些話 給你用 所以我們記實是一件事 不要馬上教 一起講 不要馬上教 是多一點聆聽他 感受他的痛苦 那你可以怎樣感受呢 你可以說 我知道你辛苦了 那就可以了 這個其中一句 我知道你很難受 我知道你不開心 這個我知道 那另外一句 你可以說 你告訴我 你心情如何 這句跟我講 你告訴我 你心情如何 你心情如何 有時候 有時候 如果有人不開心 你就不用問 他講到很不開心 那你是不是不開心 不用問 人家會很生氣 我選錯 我樣子都不開心 但你可以說 你告訴我 你的心有多不開心 他都不開心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你有多不開心 或者我看到你 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我們都要懂得智慧的說話 當時要想一想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們試過有一次 有一個情況 有一個人 幫另一個人 那個人 就是被幫那個 其實他本身都有情緒 但是當這個幫他的人 他一說 他一說 你每天看很多聖經 就可以了 那個人馬上爆發 其實這句話是沒錯 不過 當他很不開心的時候 他就馬上叫 你每天看很多聖經 的時候 他未必準備好 而且當他就說 你每天看很多聖經 他就好像說 你真的看不夠聖經 就是你多看一些 所以人的感覺 未必那麼好 譬如我鼓勵人看聖經 我不會說 你能看多聖經 我怎麼說呢 我耶穌真的很疼你的 很愛你的 很愛你的 他知道你的困難 知道你的痛苦的 神的話語有很多 安慰的說話 他真的幫到我們的 神的同作也很好的 所以祈禱你真的很舒服 一會兒我先跟你祈禱 有些人很困難 我立刻跟他祈禱先 才談的 就是說 耶穌立刻可以安慰你的 那 就是 用一些 告訴他 神的恩典的方式 跟我說一次 告訴他 神的恩典 告訴你 神的恩典 神可以怎樣幫你 神可以怎樣祝福你 神可以怎樣在你的情況幫你 神可以怎樣在你的情況幫你 這樣的時候 是比你祈禱好 所以我會告訴別人 我鼓勵人的祈禱 是這樣的 耶穌很喜歡 你每次祈禱 神很開心 真的見眼不見眼 聖經沒有這樣說 不過聖經又有說 他因我們歡恩喜樂 默而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 而歡呼 神是開心到不得了的 所以 當我們祈禱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神很歡喜 所以我們鼓勵人的祈禱 就是神很喜歡 祈禱祝你 祈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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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親近神 越祈禱越有力量 我們跟我們一起祈禱 真的有力量 這也是有少許的教導性 不過是用神的恩典來教導 但我只是說到 如果教導的時候 是用這個方法 用神的恩典來推動 好了 看回這裡 靈聽 然後引導對方表達 即是說 有時候他不太說 譬如我都試過很多次 無論是面對面 或者是上網 有些人都經常跟我說 我很不開心 他又不出聲 不出聲 即是他期望我會回答 我就問他 什麼不開心 然後他說 我有些事發生 他又說 有些事發生 我又問他 什麼事發生 剛剛被人罵 那就停了 被人罵 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我會一直問他 引導他 當然有些人會很自然地說出來 即是說我們需要引導 以及觀察這個人 他有些不開心 但是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又有智慧 我們要想一下 你告訴我 你的樣子不開心 你以為他聽到會覺得怎樣 譬如你和人聊天 他說 他有點不開心 然後你說 我看你的樣子不開心 他聽到會覺得怎樣 其實是不喜歡的 為什麼 就是我開心得你也看不到 我真的覺得好像 哇 我只是不開心得出面 但是你說 我感受到你不開心 就OK 我看到你不開心 那就不太好 我感受 所以這些說話 我們每次都要想一想 你說 很辛苦 是想慣了 就是想慣了 經常和人聊天 看到人的時候 不要說 哇 你的白頭髮這麼多 這些說話 沒有人喜歡聽 沒有什麼益處 這些都是我們想一想 這句說話 對人有沒有一種幫助 引導他表達 你就會問他 有時要問他 你覺得怎樣 發生的事 你丈夫說些說話 令你覺得怎樣 你去想他的情況 我想了解他這麼多 那我怎樣問 那這個的確是需要 就是有自衛 因為我們會示範 如果有人願意出來 就直接學輔導 這樣可以敗包 就不用拍你拍我 如果是你願意的話 如果你想定你想 一會你就出聲 好了 然後回應和支持 他的感受和需要 就是回應可以是這樣的 對啊 還可以 額頭也可以 是 是 是很辛苦 這樣已經可以了 但有些人聽人說話 一直沒有聲音出 尤其是電話 我們其實要出聲 是 我知道你辛苦 是 真的很難 在這種情況很困難 那你說他也困難 那你說困難有什麼用呢 但是人就會感受到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這件事發生的 令到你不開心 其實這些呢 都幫到我們個人溝通 有很多人就是不懂這些溝通 譬如你上班 有些人說 哎呀 很多事做啊 他做了一件事 他開了門 是給我們機會關心他 是給我們機會關心他 那麼 那你說 每個人都沒有很多事做 那你多事做不關 就是 你不是獨特的 但是這句說話 它代表 它都向你生 所以你不開心 那你可以怎麼說 大家想想想 如果你的同志 哎呀 很多事做啊 我們可以怎麼說 是啊 真的很多事做啊 但是你不要這樣說 是啊 我都不知多少事做 整天都做不完 那你就轉了去你那裡 你說我好多事做 那我知道你好多事做 那OK 但是你馬上走去 是的 好多事做 我老闆呢 又給那樣 又給那樣 又給我明天交 哇 怎麼做得了呢 那開始變了什麼 變了自己講此事 那有些人說 那不是要分享嗎 是要分享 不過你不要轉了去你那裡 你就去那裡 去一去 就馬上去他那裡 那你覺得怎麼樣 他很開心 他做工 有很多事做 是的 真的有很多事做 真的有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說一句話 就真是智慧了 句句不同 就是每個人不同的 那你可以說 啊 你這麼多事做 啊 啊 有沒有睡覺 有沒有影響你睡覺啊 有沒有覺得很辛苦啊 其實是任你說的 但是這個呢 你衡量了 你決定怎樣去繼續 就是你有時候可以說 是的 真的有很多事做的 你那個部門怎麼樣 就是如果你認識他的部門 你那個部門 我知道呢 很多事做 做不完 就是你有時候幫他講 然後呢 他就會自己說 為什麼呢 當你一認同他 那些人 很多人就會馬上繼續說 不過呢 我們要留意 就是如果他講人 哎呀 老闆真的壞了 那你就不要問他 那壞神怎樣 那開始變了 那開始變了 那你舒服 不是老闆壞 所以有人說 啊 給你很大的壓力 就是去了他那裏 不要去老闆那裏 因為我們 基督徒的原則 我們不是他 講那麽多閒話 講那麽多閒話 第一 聖經叫我們不要這樣做 第二呢 可以做來破壞 為什麽呢 跟著他就講很多老闆的不好的事 跟著有個閒話 喂 他們兩個都講老闆 他就講老闆壞了 報告的時候 可能會踩到魚 這個都可以有不好的後遺症 並且後來他又用回你的話 他都說老闆壞的 那時候呢 你的罪名就甩不到 其實是他先說 不是你說先 這個呢 就是我們智慧的話 就是我們 他講老闆不好 那你就 啊 你覺得 不要大壓力 覺得很困難 就去他那裏 那這都是我們的智慧 回應 就是我們感受這個人的情況 然後回應他 你困難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很難做的 然後支持他感受 支持感受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我知道在這個情況會不開心 但我不代表他是對的 譬如說 啊 我呢 今天真的發了難賊 我真的不斷罵他 那我們不代表他對的 不過我知道 我就說 在你的情況你會覺得很困難 你很想罵他 我只是認同這麽困難 你是會想罵他 我沒有說他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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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的確是他當時的感受 這個是我們接受這個人 就是接受他 他是當時覺得很想罵人 好了 跟著呢 個人分享 這個就可以 他先說完 他先說一半 你都說 我都試過的 跟著就不要說那麽多了 他問你才說 那呢 就個人分享的時候 他說 哎呀 我被老公罵完了 好不開心 那你都可以說 我都曾經試過家庭 有些這樣的 炒鬧都很辛苦的 那你看反應了 當我們分開我們看反應 他很好奇 那你就 可以說些少 而那個重點 只是說到 後來我們怎樣得到幫助 即是怎樣辛苦 後來得到幫助 就不要去了 就是 馬上說到細節 他又什麼 他那天做什麼 然後第二天做什麼 第三天做什麼 那個人越聽越悶 即是說少少 就是我感受到你的感受 其實這些都是幫助大家溝通 對嗎 即是跟別人的溝通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 我幾十年都是這樣 經常聽別人說話 接著做回應人 又怎樣說得好些 人家有時候給我反應 我太多人給我反應 讓我更加進步 亦都在這個訓練的時候 在神樂院和後來 我讀過這個院目課程 給我好大幫助 我們時時的老師 和互相討論的時候 怎樣回應 有需要的人 好了 個人分享之後 帶領分析他的情況 好了 譬如他說 我和丈夫經常吵架 那我女兒怎樣做呢 那你問 他會經常吵架呢 有什麼發生呢 那你了解 了解這個情況 他說 他經常喝酒 他慢慢說你的 他不聽我說話的 即是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我們就分析 有時我們都可以問一下他 即是看情況 我們問一下他 你覺得你的情況 你的丈夫有做一些事情 令你不開心 那你有沒有做一些事情 都令他不開心 這句話要很小心 即是不要說到他很壞 即是說 你有沒有做得很差 即是我們都想他了解 他自己都有他的部分 可以做得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要輔導最後 都要讓他知道 他有什麼可以改善的 但這個呢 就一定 不要帶有定罪 這個很重要 跟我一起講 不要定罪 可引導知罪 可引導他知罪 可引導他知罪 但不要定罪 定罪 即是說 對呀 你很壞 你老公就罵你 好像你這樣 失敗 其實這句話沒有益處 即是任何人都沒有益處 我們不需要定人的罪 我們引導人 讓他知罪 那就不要那麼快 教導 又是逐步的引導 引導和教導不同 引導 你覺得這件事 你做的時候 令到你丈夫有什麼感覺呢 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這個是引導 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丈夫有什麼感覺呢 可能他也會不開心 那你可以下一次怎麼說呢 這個就是引導 就不是教導 引導 是不是跟教導有什麼分別呢 引導 引導讓他去想 其實這個很有用的 這個英文是explore explore 即是去探索 怎樣方法解決 這個是溝通很好的 譬如說 當你有一個人需要聘請 你的子女不聽話 第一天我們可以告訴他 神很愛你的 你的心理很寶貴 你很重要的 經常都會告訴他 你很乖乖嗎 你這麼乖 耶穌很歡喜你的 耶穌一定祝福你的 經常都讓他知道 神很愛他 神很喜悅他 然後有時候引導 譬如他不聽話了 平時都會告訴他 你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那你怎樣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你有什麼可以做得更 你想像一個偉大的人 需要做什麼 就是這樣去引導他 而不是叫他怎樣做 譬如說 你覺得讀書對將來有沒有用 可能沒有用 哪有用 讀這些都不關事的 這樣的時候 你說 你覺得讀書 譬如讀英文 沒有用嗎 就是去引導他 譬如說 讀英文沒有用 我都沒有講英文 哪有用 那我就引導他 你覺得 你股市上 多不多人講英文 這個可能需要時間 那就是 讓他知道 原來講英文 全世界 差不多什麼地方都可以去 哇 很有用的 你覺得有沒有用 你想講好英文 想啊 不過很難 不要緊 一天學幾個字就可以了 慢慢來 就是去引導 讓他看到那樣的重要性 然後 當他一做好 就馬上稱讚他 他沒有做好也好 有時候讓他鬆一下 但都引導他 你可以進步 可以做得更加好 這個就是 引導 然後 然後 帶領他 帶領他 有引導意思 分析情況 分析問題的存在在哪 由第七 探討處理方法 和報仇 既然這樣的時候 你覺得有什麼改善 有些說 沒有改善 我和我老公已經幾十年 整天吵架 吵架 吵架 都是這樣 都改不了的了 我們都可以 去引導 就是說 你 比如你覺得 如果你對他好些 你猜他有沒有改變 他會不會柔和些事 都不會的了 但是 我們 都可以 你想想 是不是真的 一定不會呢 有些真的 是不會的 有些真的 我們都可以認同他 在這個情況 可能真的 你都覺得好 不會的 不過 你猜他裡面 會不會舒服些少呢 沒有罵你那麼多 會不會呢 可能他說 可能都會的 那時候 我們都可以走這一步 這個就是引導他 探索一個 處理的方法 還有步驟 然後就提議他回家做什麼 而很重要 在輔導的時候 就是這個智慧 在他這個情況 怎麼做 而這個智慧 是每一個情況都不同的 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基本上都是找出 他生命中的什麼問題 有些什麼 做得不好的地方 引致這個問題 然後有些什麼 可以改善 來改變這個情況 怎樣 少改善 很重要的是 通常沒有一個方法 馬上將問題改變 很多時候是 一步一步慢慢改變 可能他的態度好一些 慢慢對丈夫柔和一些 丈夫可能就沒有什麼 發怒了 那他慢慢的關係好了 就是越對他善待 他越改變 很多時候就是 我們引導人 用善待人的方法 他被人罵很多 傷害人的人 是被人罵很多 所以他就會罵人 那麼我們看出他 這件事情 我們就能夠 要恕他了 我們都解釋 我們能夠看出 你的先生 其實他 你可以問他 你先生的爸爸媽媽 他以前小時候 怎樣對他 可能他說 我經常打他 經常罵他 對啊 原來他長大都這麼辛苦 你知道他這麼辛苦 你會不會感受他 都是很痛苦的呢 那你感受的時候 就引導他 怎樣去 對他的丈夫改變 那其實 基本上 所有人的問題 都是找出 他的問題的 思想模式 他的情緒模式 他的處事模式 和神的關係 這幾樣東西 和神 思想 情緒 生活 在這些地方 有什麼錯誤 或者他價值觀 有什麼錯誤 然後引導他 而改變的時候 沒有可能一刻就改了 是改了一點點 去逐步逐步改變 我想說的 我們輔導的目的 不是一下子全部改了 是逐步 一定沒有人 一下子什麼都改了 你不可以 一下子什麼都改了 只是一樣的改變 已經好了 還有 最重要的事情 不要讓他先反感了 先反感了 怎樣反感呢 就是 你都不祈禱 這些說話 我聽過很多人 他說有基督徒跟我說 你都不祈禱 你都沒有悔改認罪 快點認罪 這種方式 有些人是用得著 不過有很多人是用不著的 他還會反抗的 所以我們第一句 就不要有了反效果 不要定罪的方法 我們想引導人知罪 其實 可以不一定去罵人的 引導小朋友都是這樣的 你覺得你這樣對弟弟 你覺得怎樣 你弟弟會覺得怎樣 你弟弟會覺得怎樣 讓他知道 因為小朋友都有他的理智 我都不是那麼好的 你需要向你弟弟道歉 你跟他對不住 這樣好嗎 他就說對不起 你很乖 這次你很乖 你又鼓勵弟弟回應他 很多時候人就可以用引導的方法 OK 好 我今天說這幾點 其實都很重要 大家可以拍一拍照 你就可以用回 怎樣輔導的時候 一個簡單的過程 就算帶領小組 譬如有人說 我最近很軟弱 有時候有些人說 你祈禱讀經多些 很自然 立即就會這樣說 但我們可以第一問他 你覺得為什麼會軟弱了呢 他可能說 我都沒有什麼動力去祈禱讀經 我們就看時間 可能你的時間不多 他都可以說 這陣子跟前陣子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會比較難 他說這陣子有什麼煩惱 然後我們知道 問題一知道 在煩惱那裡 我們就說 好了 有這個煩惱怎樣可以處理 因為你少了 時間不多 我們看時間 譬如我輔導也看時間 當這個人是煩惱 我就先回應他 我先回應他 我先回應他 然後我先 我了解這個人 有些人是這樣的 譬如這位姐妹問我 他簡直是說 我想經歷聖靈 我知道我可以直入 但我都不是直入 我跟他說很多神的愛 我都是讓他知道神的愛 這都是讓人看到神的美善 盡量不要太快去教 讓他看到神的美好 譬如他很少祈禱 有煩惱 我知道 聽到你又說這個煩惱 我這個煩惱可以怎樣處理 用這個探討的方法 問問題怎樣處理 這個會對於大領小祖好很多 不是立即教導 而訓練周圍的人都懂得這樣做 我們跟周圍的人相處就會很不同 參考首輯和大領小祖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